各位同学,那么从本节课开始 我们就要展开我们Python学习的一个新的篇章 那么假如说我这里有一个列表 123456 然后我还有一个列表 123 好,那么下面我要求大家 对这两个列表做以下的这样一个运算 看一下 我要求你 我们先把这个第一个列表称作列表A 然后把123这个列表称作列表B 我现在要求大家先把A乘以3 然后再加上列表B 最后再加上一个列表A 那么这个运算应该来说很简单 这个列表的乘法还有列表的加法 我们之前都讲到过了 让我们快速的实现一下 这个红色的这一部分 是我们的这个IDLE给我们的一个错误的提醒 这个大家先把它给忽略 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不需要关注这样的一些错误提示 先把A乘以3对不对 A是哪个列表 是123456对不对 我们选一下乘以3 然后再加上列表B 123 最后再加上列表A 然后我们又要再一次的把这个列表A给复制一下 然后这个就满足我们上面说的这样一个运算逻辑 A给换一下 我不再是123456了 我现在是123456一直到1万 那么大家觉得如果我在这个运算里面反复的出现这个列表A 那是不是我这个运算好长好长好长 然后我手写的是不是很麻烦很麻烦很麻烦 因为它要反复的使用多次的出现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假如说我们可以把上面的这个运算写成这样的 写成这样的一个符号的代名词 A是可以代表列表 这个123456的 我用A乘以3 然后加上B 最后再加上A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个运算的公式是不是非常的简洁了 我不管你的A是多少 哪怕你到1000万 我在这里只用非常简洁的一个字 你就可以表示这样的一个列表了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能运行吗 这个当然不能运行 为什么呢 因为Path是不知道你这个A的曲子是多少的 你突然就碰出来一个A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引入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变量 这个是Path里面非常基础 也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大家一定要把它理解透彻了 好 那么怎么理解变量呢 我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地点 这个变量在Path里面 它比在其他语言要简单很多 Path里面的变量 用一个最简单的名词来解释 就是名字 比如说这里的A 它就是我们列表123456的名字 这个名字可以让你在使用 这个列表123456的时候 不需要把123456全部打出来 而仅仅只需要使用这个名字就可以了 让我们打开一个新的IDA而已 那怎么样实现我们这个A乘3加上B再加上A 让它可以运行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定义一个变量 那么在Path里面定义一个变量非常的简单 首先我们把这个变量的名字打出来 然后用等号 然后把我们的123456写在等号的后面 然后我们回去看一下 它什么都没显示 对不对 但是其实A它不会再变得没有意义了 我们可以用print 然后我们看一下A 它将显示123456 好 那么这个等号在Path里面叫做复值符号 它可以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列表 还有字符券 还有数字 等等我们学过的这样的一些基本的数据类型 都复值给一个变量 那么学习上面这个最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变量的复值之后 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刚刚这样的一个运算了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给A复值了对不对 然后我们还做什么 B还不知道对不对 那么我们把123这个列表复值给变量B 好 现在A、B都有了意义 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刚刚所说的这样的一个运算了 A乘3 然后加上一个B 然后再加上一个A 然后我们回去了 OK 现在这样的一个AB加A 它就有意义了 那么以上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变量的意义 以及这样的一个复值符号 这个是我们这里可能要学习的重点 在Python里面 千万不要把变量名解得太复杂了 它就是一组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名字 好 那么关于变量还有一点我要特别说明的就是我们给变量起名字 一定是要有意义的 比如说我们上面这个代码里面把123456这个列表叫做A 这个就是没有意义的 是一个不太好的命名 你给一个东西起名字 你一定要让别人看到你的这个名字 就知道这个名字它所代表的意义 你像你这个数字列表123456对不对 起座A 这个就毫无意义 对吗 好 那么我们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什么叫做有意义的名字 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所举的这样的一个各种技能的这样的一个实例 好 比如说星月打击 好 然后是苍白之兔 我们就举两个元素的这样的一个列表 那么我认为你这个时候 把这个列表取出名字A也可以 但是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我认为把它取出这样的一个scale 技能会比较合适一些 这样大家在读你的代码的时候 他就知道这个scale它是表示技能的 如果把它叫做A 那就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了 别人会看不懂你的代码 或者说看着非常的吃力 不要觉得我讲的是废话 我们经常说要写出这样的一个优质的代码来 那么优质的代码 最基本的是什么 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的话 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 你的命名 可读性要强 这个是最基本的 非常的重要 这里顺便跟大家聊一下 为什么我们国人写代码的时候 写的代码要比国外的人写的可读性要差一些 其实这个原因我这些年的感受是什么 还是在于国外的人他们的英文是他们的母语 所以说他们可以用很简单简洁的这样的一个英文单词 来表示一个变量 这个是最根本的原因 但是我们由于英文不是我们的母语 有时候我们会用一种很中文的这样一个英文的表示方式来表示一个变量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会让我们的代码看起来不是这么的简洁 当然我不是说这个3Lifegrass这样的一个命名不行 但是问题是这个编程它还是大量的使用这样的一个英文 它毕竟是以英文为基础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尽量的多用这样的一些原生的地道的英文单词来表示变量 我非常不推荐大家用这样的一个汉语拼音来这样的一个命名一个变量 比如说那三叶草你叫做三叶草 这样是不太合适的 如果你想表示一个你不知道的单词的话 最好的办法还是多去查一下这样的一个英文词典 当然如果说你一定要用这样的一个3Lifegrass 或者只是这个汉语拼音的三叶草来表示变量也可以 这里我只是一个建议 一个写出良好优质代码的一个最基本的建议 如果你一定说要在3Lifegrass和三叶草里面选择一个变量的话 那么我还是觉得这个三叶草比较合适 至少我们国人来看的话一眼就能看得懂吧 好那么各位同学 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那么在课程最后 我们把这节课的知识点再给总结一下 这节课我们主要是变量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变量的作用我之前演示到了 它可以避免你重复的去打这样一个很长的列表 或者是这样一些很长的其他的类型 这个是它快速的方式 它方便的一个地方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变量一定要有利益 这个大家记得一定要有利益 好然后我们学习了这样的一个等号 在变量里面的复制里面的作用 比如说我把一个列表复制给这个变量 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写的时候 确实是写的是变量等于这样的一个列表意义 但是我们读的时候千万不要读成变量等于什么 这个不是我们常规意义上的 或者是说我们数学上面的相等 它叫做它是复制符号 所以说我们在读的时候应该读住 把这个列表复制给这个变量 复制 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 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现在正细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我们这节课继续来学习变量的一些深入的相关的知识 好那么在python中 这个变量名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规范 比如说我们可以尝试的这样来试一下 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数字2复制给这个变量EA 大家觉得可以吗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不可以 系统提示了我们一个错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python里面是有这样一个规定的 变量名的首字符呢 不能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好这个呢是第一个规则 那么这个变量是不是不能够包含这个数字 并不是 我们来看一下python 它对这个变量的一些要求 一个变量命名呢 你呢只能使用字母 然后呢是数字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 下滑线 这三个东西 那么这三种类型的符号呢 你呢可以任意的组合 但是呢有一点是要记住的 首字母呢不能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这些呢都是错的 但是呢你要用AR来表示 就没有问题 除了首字母不能是数字之外 它呢可以是字母 也可以是下滑线 字母呢我们这里已经举例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下滑线 下滑线2可以吗 没有问题 当然呢除了下滑线之外 你呢是不可以加入其他的符号 比如说呢 A型号可以吗 这显然是不行的 我们说了啊 这个特殊的符号呢 只能是下滑线 包括这个downer符啊 这呢都是不行的 好 然后我们再说第二个规则 系统的一些 就是Python这个语言系统里面的一些 保留的关键字 是不能够用的变量名利的 这个原则呢大家也要记住 好 关于这个规则呢 也很好理解 因为Python系统呢它的权限很高 它要用的名字呢 就没有你的份了 你是不能用的 对于这些系统所使用的关键字呢 它呢有一个专有的名字 叫做保留关键字 这个概念呢大家要了解 好 我们呢可以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呢这个and and 它呢就不能够用作普通的变量名了 比如说呢我们想把一个 1复制给这个and可以吗 不行啊它会报错 再比如说啊这个if 可以吗不行 还有这样的一个import可以吗 也不行 这些呢and if还有import呢都是这样的一个保留关键字 好那么这个系统的保留关键字具体有哪些呢 我们现在呢是一个网络的时代 大家呢只需要在这个搜索引擎里面输入 Python保留关键词 有很多很多具体的资料可以供大家参考 这个不能使用系统的保留关键字 这个很好理解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问题 比如说这个type 我们之前呢使用这个type呢 来判别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数值的基本类型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type可以用作这个变量文吗 好我们给它复制3 然后我们看一下没有报错 这个证明呢这个type它不是系统的保留关键字 我们可以print the title 3 可以是可以啊 但是呢我并不建议大家把这个type用作我们的变量名 至于为什么呢大家拿下去之后呢可以开动自己的脑筋 思考一下 我们的这个idle啊它其实呢已经提醒了大家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的这个颜色啊 and if import它们是橙色的对不对 然后呢这个type啊 print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啊它呢是紫色的 我们其实呢可以对比一下我们一个常规变量 A啊 大家可以看到常规的变量呢它是黑色的 它没有被特别的标注出来啊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系统呢其实也是在提示我们 你所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单词呢是一个系统的保留关键字 我们下节课呢会给大家证明 虽然你可以使用type作为变量名 但是呢它极易引起错误 好最后关于变量名呢我们要说明一下 python它的这样的一个变量名呢是区分打小写 比如说呢你呢现在呢小写a是等于一样 然后呢你在这里打输入a的话呢 它是可以正确识别出这个a变量的值是1的 但是呢你打大写它会报错 因为呢我们没有给这个大写的变量a负值 我们只给小写a负值 所以说呢一定要注意 python的变量里面是区分大小写的 大写的iPhone和小写的iPhone 这两个变量呢不是同一个变量 关于这个变量大小写的问题 也是我们这个编程初学者极易犯的一个错误 很多时候呢你找了半天 这个程序到底错在哪里啊 偶然间呢就会发现啊 其实呢仅仅是因为这个大小写没有去分开啊 好那么这里呢关于变量 我要特别说明是在python里面变量本身呢是没有这样一个类型 你呢就可以啊把一个字符串呢复制给一个变量 你呢也可以把一个整形复制给一个变量 甚至呢你可以把这样一个圆组 还有我们所定义的这样的一个集合 通通的呢都可以复制给变量 再一次强调 python里面的这个变量呢是没有这个类型限制的啊 好有些同学呢可能没有其他语言的一些基础的话呢 你会觉得这个呢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呢我们有些同学呢可能有这样的一个Java啊 或者是CShop啊这样的一些语言的编程经验的话呢 就会对这一点呢会理解的比较深刻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 在其他的很多语言里面 每一个变量呢是有这样的一个类型 比如说呢我如果认为啊这样的一个变量 A呢它是整形的话 就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复制给这样一个数字整形 这个呢在其他语言里面呢就是错的 但是呢在python里面啊 它没有请电的这样的一个类型的限制 所以说呢python呢被称作这样的一个动态 很多其他的语言里面呢 它们呢在定义一个变量的时候呢 首先都需要先指引这样的一个变量的类型 比如说呢定义一个变量啊 规定这个变量是float这样的类型 那么呢这个变量的类型就确定了 你是不可以把其他类型的辅助给这个变量了 好那么啊我们说python是一个动态语言呢 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 但是呢我认为啊这个变量的类型啊 不固定呢是python它动态的一个最大的特性 动态语言 好下面呢我们要往深处讲一下这样的一个变量 我们呢先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现在呢把这样的一个数值 Int整形的1复制给我们的变量a 好接着呢我呢还可以这么做 可以把这个变量a再复制给变量b 这个呢就是变量的一个用法 我们之前说过了 你把1复制给a了之后啊 a呢它就可以全全的表示这样一个数值1了 所以说呢这样做呢是合理的 你现在呢又把这个变量a呢再复制给变量b 好这个时候呢我呢再把a修改一下 修改成3 好那么经过以上的三行代码之后 我们来猜一下啊 我此时print打印这样的一个变量b 大家觉得结果应该是多少 b应该是1还是3呢 答案应该是b呢还是等于1的啊 它不会随着a的变化而变化 好然后我们再看另外的一种情况 假如说我现在这个a啊 它不是简单的这样一个整形 它呢是一个列表啊 比如说呢1234 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再定义一个变量b 然后呢把a复制给b 好接着呢我们呢现在呢 这样来写一下 a0等于直输上e 好有没有同学会对这样的一种写法 a然后呢括号0会感觉比较困惑呢 其实呢这种写法就等价于这种写法 这样的一个写法呢我们之前呢经常会写到对不对 我们说过了 a呢它呢是12345这个列表的名字啊 所以说呢这样写呢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那么这段代码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段代码的意思 大家想一想这个等号是负值 对不对 我现在呢把列表a里面的第一个元素的值呢 负值成了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它不再是这样的一个数字翼了 这段代码写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合影一下 这个a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列表a里面的第一个元素 被修改成了字符串1 好当然呢问题并不在于这里啊 问题我们要关注的是 b现在的这个值是什么 大家呢要对比上面的这一段示例 上面的这段示例里面呢 我们把a的这样的一个值呢改变了之后 b并没有改变 b还是1啊 但是呢我们现在呢 print b看一下 好我们发现了什么 我们发现了b呢 不再是原始的这样的一个数字意义 2345了啊 它的第一个元素的值呢被改变了 也变成了这样一个字符串1啊 好大家呢一定要对比的看一下 上面这样一种情况 b没有改变 依然是原来的 但是呢下面的呢 这个b呢改变了 随着a的变化而改变 以上的两种不同的情况呢 涉及到我们编程里面啊 甚至呢不是在python里面所固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这个概念呢我们下集课来讲 大家好好呢还是呢体会一下这两种不同的情况 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就先讲到这里 下集课再见 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现在呢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在这节课的开始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上节课所提到的一个现象 就是如果呢我们把这个type呢用作变量 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好我们上节课看到呢 你这样的一个把type当作变量名的这个做法呢 并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么假如说啊我现在呢再一次的啊用type把它当作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类型的判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啊它会怎么样啊 它会报错啊 但是奇怪的是什么啊 奇怪的是啊这个type 然后括号1啊 判别这个数据的基本类型这个方法呢 我们之前用到过很多次都带了 根本就没有报错 但是呢这里呢却报错了啊 然后呢我们尝试看一下系统给我们提示的这样一个错误的原因啊 它说这个int object is not callable 什么意思啊 就是啊这个int类型的这样一个变量呢 它并不是一个啊可调用的啊 这个大家不需要理解的太透彻啊 大家主要关注一下这个int啊 为什么变成int object 原因在于什么啊 我们解释一下啊 原因在于啊 我们现在呢把type啊当作了一个变量 然后呢我们又把这个整形的这个数字啊 负给了这个type 然后呢我们说过了 根据变量的这个基本规则呢 现在这个type啊就是int的这样一个数据值啊 然后呢你把一个int类型的这个变量啊 把它呢当作一个方法来调用啊 这显然是不对的啊 这个啊上面这句话呢就等同于什么 就等同于1 然后呢括号1啊 大家觉得有这样写代码吗 没有啊 大家给看一下啊 错误提示呢肯定是一样的啊 这个呢就是我说的一个问题 虽然type呢它不是这个系统的保留关键字 然后呢你也可以把它当作变量名 但是问题是呢 如果说啊你在后续的代码里面呢 你不再使用type的这样一个函数的调用方式啊 那么呢是没有问题的啊 比如说呢你这里type的名页 对不对 假如说你后面不会这样来使用type 然后呢你只是要把它打印出来 这个呢是没有问题的啊 所以说呢我强烈建议大家啊 对于这样那些非系统保留的关键字 但是呢又经常被我们用作这种方法来调用的这个单词呢 你也啊 不要把它当作普通的变量来命名了啊 同样的话呢你这个print可以吗 一样也可以啊 它type是一样的 你也不可能用print 这个来当作变量名啊 非常 虽然你现在写这个代码呢是没有错的 但是呢它极容易引起你后续代码的错误啊 像这样的一些坑啊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同学都曾经踩过了 这都是血和泪的教训啊 一定要吸取 你像这个type对不对 你换一个变量名名不行吗 你要是表示这样的一个类型的话 你用category可以吗 可以啊 有很多种英文单词都可以表示这样一个type类型啊 没有必要跟系统来抢这个观点字啊 好 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分析完了 好 然后呢我们再尝试解释一下上节课啊 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个现象啊 造成这两种不同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什么呢 根本原因在于上面的这一组示例里面呢 我们呢是把这样的一个整形啊 也是inter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呢 复制给了我们的变量a和变量b啊 但是下面呢我们确实把这样的一个列表类型的list 把这个list的值呢复给了我们的变量啊 inter类型和list类型呢 它们呢是截然不同的啊 好 那么我们直接说一下啊 inter和list呢呢 它们呢有什么区别啊 inter啊 这种数据类型呢 我们呢通常啊称它为值类型啊 而list的类型呢 我们称它为引用类型 这个呢大家呢目前来说的话呢不需要理解啊 大家只要记住mit是值类型 意思的是引用类型 而且呢我要强调的是啊 值类型和引用类型呢 这个呢不仅仅是在python里面啊 在很多其他的语言里面啊 比如说呢cshop里面啊 都是有这样的两种类型的区分的啊 好 然后呢我们啊尝试着来解释一下值类型和引用类型的 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变量啊 都有些具体的什么区别啊 因为呢这个知识点呢可能大家目前来说的话呢 理解上面是有些困难的啊 如果呢你实在理解不了呢 那么等会把我们的结论呢给记下来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这两种类型的区别啊 对于我们编程来说的话呢非常的重要 好 然后呢大家看一下为大家画的这样一张图啊 好 我们先看一下啊 好 不是这张图啊 这个呢是引用类型的距离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值类型的距离啊 我们刚说了啊 1数字呢是值类型 我们看一下值类型啊 就是模拟我们刚刚的值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的相关的代码的一个示意图啊 大家注意看 好 首先呢我们第一步的代码呢是A等号1 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呢现在呢用一个变量A啊指向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整形数字1 这一步很好理解 好接着呢我们啊让这个B啊等于A的意思就是说呢B啊同样呢是指向了这样的一个数字1 好 这个是第二步 然后我们接着呢再看第三步啊 第三步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呢又把一个数字3复制给了A 那么A呢就指向了我们的这个数字3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 问题在于啊这个B啊 它呢依然是指向这样的一个数字1的 它并没有改变啊 好我们来看一次啊 首先呢我们的这个代码的第一行呢是A等于1对不对 好A等于1的意义呢可以理解为 把一个变量A指向我们的这个数字1啊指向数字1 然后呢我们以后啊就可以通过这个变量A找到这样的一个数字1 好然后呢我们再看第二个代码啊 第二个代码呢是B等于A对不对 也就是说呢现在呢我们把B啊同样指向了我们的这个数字1啊 好然后我们接着再看第三个啊 第三步的代码呢是A等于3 A等于3的意义就是什么 我刚说了啊等于呢就是指向 所以说呢A呢现在呢不再指向这个数字1了 它指向数字3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 问题在于啊B呢由于没有做任何的操作 也没有任何的读写啊 所以说呢它依然是指向的是我们的数字1 好大家呢再对比一下这样的一个流程啊 A等于1 B等于A 然后呢A等于3啊 它就是我们上面演习的这三步啊 由于啊B依然是指向1的 所以说呢我们这里啊print B啊它呢将得到1啊 好然后呢我们再看另外一张图啊 另外一张图呢是啊 当这个数据呢是这样的一个列表类型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引用类型的时候啊 刚刚我们所涉及到的这样的一个代码流程 它的一个示意图 好然后让我们看一下啊 同样呢如果啊我们把这个列表呢复制给A的话呢 A呢就指向了这个列表 然后呢B等于A呢同样啊是把B指向了这样一个123列表 好关键点啊区分点是在第三张图这里啊 好当我们啊写到这段代码的时候啊 A0等于这个字符串1的时候啊 A啊并没有指向一个新的数据啊 也就是说呢它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啊 我们对比看一下 它并不是说啊原来还是123 然后呢把这个A啊指向了一个新的列表 字符串1啊3啊 注意这个区别啊 它并不是这样的啊 理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然后我们把它还原一下 好这个流程呢并没有啊 让A指向一个新的列表 它并不同于我们在这个取类型这里 A重新指向一个新的数字3啊 它依然指向的是原来的这个列表 只不过呢把原来的列表做了一个改变 或者是说呢更改啊 这就导致了我们B所指向的这个列表也发生了更改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啊看到的就是 B打印出来的这个变量呢 也变成了这个字符串1啊 好那么我们总结和强调一下啊 这里呢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引用类型和质类型的区别啊 对于引用类型来说的话呢 它本身的这个数值啊是可以改变的 它并没有像我们这个值类型一样啊 当你呢去改变变量A的时候呢 生成了一个新的数值啊 它呢依然的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改变 也就是说呢换句话来说呢就是啊 引用类型呢是可变的 但是呢值类型呢它是不可变的啊 如果你想改变一个值类型呢 对不起你这个印的值类型呢是改变不了的 你只能重新申请一个新的啊 好那么这个概念呢在我们之前的课程里边呢 我也反复提到过了 有一些Person的基本类型呢是可变的 但是有一些基本类型呢是不可变的啊 好所以说呢我讲课啊 认为呢像这样的一些基本的原理呢 我们知道还不行 还必须要了解它的原理 甚至是你要知道啊 你要从这些现象里面啊 提炼出这样的一些啊 规律和概念出来 然后呢你理解了值类型和引用类型之后呢 才算是啊把这个值点呢给吃透了 好这里呢我再帮大家总结一下啊 值类型啊除了这个INT类型之外呢 还有什么STR啊它呢也是一个值类型啊 然后还有什么 圆主啊 圆主也是一种值类型不可改变啊 非常重要这个概念 好然后呢 对于这种可改变的引用类型呢 有哪些啊 除了历史的啊 还有我们的集合算 以及啊我们的这个字典呢 也是可改变的类型 你都注意一下啊 可变 好 好那么从上面呢我们这个总结里面呢 可以看到啊并不是说啊这个序列啊就是可变的啊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啊 STR和tuple啊 这个字典和圆主呢 它们也是序列对不对 我们之前讲到过了 但是呢它们呢还是不可变的啊 我之前呢很明确的给大家说到过了啊 这个tuple和list啊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tuple呢是不可改变的 但是呢list的列表呢是可改变的啊 好 然后呢我们呢这里面再说一下啊 这个值类型引用类型的不可变和改变啊 这个呢大家呢一定要分清楚因果关系啊 好最后呢 关于啊这样的一个值类型和引用类型啊 我个人认为呢在python里面啊没有必要太过于强调值类型和引用类型啊 这两个说法呢在其他语言里面呢是非常强调的啊 但是呢我认为呢相对于这个值类型和可引用类型呢 大家更需要在意的是这每一种基本数据类型的 它的一个是否可改变性啊 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 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个现象啊 呃我们尝试着用我们刚刚所学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啊 来解释一下这个现象 同时呢也来加深一下大家对于这种可变和不可变类型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啊 我们现在呢定义一个变量A啊 然后呢它呢是一个值不串啊 hello 好 这个时候呢实行一个操作啊 就是啊 A等于啊 A 加上一个pansy 很多同学呢看到这样的一段代码之后呢 会产生两种反应啊 一种反应呢就是啊 他会觉得这个很奇怪 另外一种同学呢会认为啊 这个呢是理所当然的啊 认为很奇怪的同学呢肯定呢还是有一定的思考的啊 因为呢我们说过了啊 字不串类型呢是不可改变的啊 那么认为理所当然的同学呢就应该啊反思一下啊 你为什么没有产生这个疑问啊 当然呢还有第三种同学啊 他深刻的理解啊 这样的一个python 它的可编类型和不可编类型啊 好 然后呢我们呢来执行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样的一个结果啊 printA 好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呢是由这样的一个 原来的A的曲折hello 再加上一个python啊 所构成的一个字不串 好那么既然我们说了字不串呢是不可改变的 那么为什么你在这里啊 开始的时候呢 把这个hello复制给了A了之后 按道理A就固定了 而你这里呢又把A啊再加上一个python 然后呢又把它给复制了原来的A 然后呢这代码呢还没有出错 它呢还能得到一个正确的相加的一个结果 这个呢是为什么呢 这个原因在于啊 A加上这个python啊 它呢得到了一个新的字不串 并不是原来的这个字不串了啊 好我们如何来证明呢 我们可以引入一个新的函数啊 叫做id啊 id呢它的这个函数的作用就是啊 显示啊 某一个变量在内存里面的地址啊 好 然后呢我们呢 重新来演示一下这个过程 好 我们重新呢 再设计一个变量b啊 它那是hello 好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我们用id函数啊 idb 然后我们看一下结果啊 好 这里显示出了一个内存地址啊 553992.0啊 然后呢这个时候啊 我们b等于b加上pass 好 此时呢 我们再用b看一下啊 这样的一个内存地址是多少啊 好 看见呢 553992.0 然后呢下面是55336696啊 改变了啊 好 所以说啊 这两个字符串参加之后呢 它呢得到的是一个新的字符串啊 新的字符串啊 新的字符串自然就不会违背 我们刚刚说的字符串不可改变这样的一个原则啊 我们其实呢还可以啊 反向的证明一下啊 比如说呢 这里有一个字符串python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呢访问 用这样的一个下标符号 访问这样的一个字符串是可以的 对不对 因为我只是读这样的一个字符 并没有改变这个python 对吧 好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等于py 对不对 得到的结果是py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啊 如果我们尝试着啊 想用这样的一个复诀呢 来改变这样的一个python 字符串里面的第一个字符p 比如说呢 我把它改成这样的一个字母o 大家觉得这样改变可行吗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它会爆错啊 为什么呢 这就是我说的啊 字符串是不可改变的类型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啊 这节课的内容呢 非常重要啊 至少我认为呢 你选好这节课之后啊 这些概念呢 你放到其他的一些语言里面呢 也是适用的 好 朋友们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继续啊 我们上节课的这样一个话题啊 这节课呢 我们啊 重点来看一下这个tuple啊 原主啊 和list啊 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啊 我们首先呢 这个呢 涉及到计算机的一些基础 就是啊 大家只需要知道 每一个啊 变量呢 它在内存里面呢 都是有一个地址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IDA啊 它的结果呢 是这样的一个 维号为6576的这样的一个地址 当然呢 这个计算机里面的地址啊 它一般呢 不是用这种10进制来表示 它那一般呢 可以用16进制来表示 比较合适啊 比如说这个IDA 好 这个呢 通常来说的话呢 16进制呢 是用来表示这个内存地址 比较合适一下啊 这个呢 给大家讲一个小的知识点啊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尝试着啊 对A啊 做一个修改 比如说呢A0啊 我呢 还是啊 让它等于这样的一个 字不算一样 改变了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IDA 它的这个地址有没有发生改变 我们看一下 没有对不对 同样的是 59570596啊 好 那么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上节课啊 我们在讲这个字不算改变 是否可改变的时候呢 说举的这个例子啊 当时呢 这个字不算是改变了 对吗 好 所以说呢这个列表 我们也说了list呢 它呢是可改变的类型 如果你修改了这个列表里面的 某一个词的话呢 它的这个内存地址呢 是不会发生改变的啊 好 那么呢 我们平常编程里面啊 对于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表示 能用得最多的 我个人认为呢 还是这几个 list 然后呢 tuple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 字典呢 用的也比较多啊 我们主要看前两个啊 list和tuple list 我们刚刚说了 它是可变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tuple 好 定一个tuple 一二三 好 首先呢 大家认为呢 这样的一个形式啊 它能成功运行吗 修改啊 原主里面的第一个元素啊 不可以啊 和我们制度专行一样的啊 tuple呢 也是一个不可变的类型 好 由于呢 可变和不可变 我们经常的可以看到 我们对于一个列表来说的话 它呢 通常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操作的啊 如果我们想在这样的一个列表里 作为加一个元素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变量B 然后呢 操作符点 关于点这个运算符呢 我们到后面会讲到啊 大家呢先把这种形式呢 给替词B和pand 添加一个元素 好 我们添加一个4号元素 好 然后呢 我们呢 运算一下 好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时候呢 我pand B 会发现这个列表里面呢 追加了一个元素啊 但是呢 对于原主来说的话啊 它呢 是不能够像列表一样 在网里面追加元素 修改是不可以的啊 追加也是不可以的 好 我们定一个C 然后我们尝试着 像这个B点和pand一样啊 我们用C点和pand 尝试着像这个原主里面追加一个元素 它呢 肯定会报错 因为呢 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方法 不支持这样的一个元素追加的 所以说呢 对于这个元素来说的 一旦呢 你定义 定义下来了之后呢 它呢就是不可改变的 那么有些同学呢 可能要问 这个很明显啊 列表的功能 你看它还支持这样的一个追加元素 对不对 它的功能呢 显然是更强大一些 为什么还要有元素这种类型啊 好 那么关于这一点呢 我做一下解释 我们编码啊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呢 最重要的是 你要保持你代码的一个稳定性 我们有时候呢 写一些简单的代码 这个呢 当然没问题 因为呢 这个简单的代码呢 都是我们一个人来编写的 别人呢是不会来调用 或者是说呢 来修改我们的代码的啊 但是问题是 在一个比较复杂的项目里面啊 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啊 把一个很复杂的项目都写完了 我们必须呢 是很多人共同来写代码 那么如果我们是共同来写代码的话呢 就设计到代码之间的调用 那么设计代码的调用呢 对于这样的一些不可改变的类型呢 它呢是有它的优势的 因为呢 一旦啊 别人尝试修改这样的一些不可改变的类型的程序 马上就会保证 根本就不会让你运行 这就避免了一些隐藏的错误啊 隐藏在你的代码里面来 好 所以说呢 这里呢是我的一个建议 如果你能用这样的一个圆组 来表示一组 一组这样的一个元素的话呢 那么呢 就尽量的用圆组 最好呢是不要用列表啊 当然呢 如果你需要动态的改变一组这样的一个元素的话呢 应该还是用列表比较合适啊 我说的是能用圆组就用圆组 好 然后呢我们呢 出一个题目来考一下大家 大家呢不仅要能够预测这个结果 还要能够解释出这样的一个原因 那么在出这个题目之前呢 我需要向大家介绍一个概念啊 我们之前呢介绍过了这样的一个多维圆组 或者是多维多维这样的一个列表 好 然后呢我们拿这个多维圆组来举个例子啊 一二三 好 后面呢 最后一个第四个元素呢 我们呢用一个列表来表示啊 好 这个呢 它确实是一个圆组 但是在这个圆组的内部呢 我们说了啊 它可以是不同类型的啊 Python的这一点是非常自由的 它并不一定要求在同一个圆组的内部 所有元素的类型都是相同的 也可以是数字 也可以是圆组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介绍一下 如何访问到这样的一个 圆组内部的这个列表里面的某一个元素啊 这个例子我们换一下啊 我们把里面的这个三啊 改成四啊 和外面这个三呢做一个区别 假如说呢 那我现在呢想要访问到这个四 我应该怎么操作啊 或者说代码怎么写啊 我们都知道啊 访问对外层这样的一二三呢 很简单 比如说我想访问这个三啊 那么它的下标序号是几啊 是二啊 好 然后呢我们可以得到三 访问得到了 那么我现在要访问四呢 很简单啊 它那是一个二维的对不对 我们说过了啊 首先呢你在第一维里面呢 你要找到这样的一个整个列表 它在这个外面的圆组里面的序号啊 一二三 好这是第四个啊 第四个啊 第四个对应的下标应该是三 对不对 好你看一下啊 好得到了一二四 我们呢可以从这个一二四的外面呢 再加一个下标 二绑无所有对不对 所以说呢结合起来就是这样的啊 三 然后呢 第二个下标怎么确定啊 一二三啊 二 好 好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得到四了 好 这个只是一个二维数组的例子 我们甚至呢还可以有更多维数 比如说呢 这个四号元素呢 我们再把它改成这样的一个啊 A B C 好 现在我想访问这个B啊 应该怎么访问呢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首先呢 确定 这个最外面这个列表的位置是多少啊 一二三四啊 三号 好 然后呢我们再确定里面的这个位置是多少啊 一二三 好 好 那么呢这个是二 好 最后呢我们要访问B啊 一二 好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拿到B了啊 对不对 B 在我们实际的应用中啊 至少我这些年的编程来说的话呢 我最多呢是用到了三个维度啊 当然呢理论上面来讲的话呢 它呢可以有无限多的维度啊 好 我们现在呢重新把这个A呢再给定义一遍啊 A等于我们刚刚看到这样的一个定义方式 好 如果啊我们现在呢尝试着啊 修改这个原组里面的元素啊 比如说呢我来修改这个2 可不可以啊 我们尝试修改这个3啊 可以吗 我们试一下啊 很显然不可以的啊 比如说我把2号元素啊 改成这样的一个字不算3 可以吗 不可以啊 因为它会报错 但是呢我们现在能这样尝试的修改一下啊 我们现在尝试的把这个4给修改一下 好 A3 2 好 我让它呢等于字不算4 大家觉得可以吗 好 那么这个结果呢是显而易见的啊 写到这里的时候呢只用回撤一下就能看到结果啊 但是呢我想 我希望大家呢能够思考一下啊 为什么这样的一种形式呢是可以实现修改的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呢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好 好 就是 那么我们开始这几课 这几课我们把上几课的这样提出的一个问题 给大家来讲一下 希望大家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答案 好 我们直接回车执行看一下结果 它没有报错对不对 很显然它已经是运行成功了 然后我们print看一下 A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曲子 大家可以看到 原来的这个数字死 被改成了这样的一个字不算死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不是说原主是不可改变的吗 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 我们改变的是列表 大家看到这个4是位于这个列表中的 我们改变的并不是原主 好 那么我们接着来学习我们新的支持点 这节课我们来讲一下python的运算符 那么这个运算符 我们之前也多次使用过了 比如说我们曾经把两个整数相加 那么这个加号就是一个运算符 那么这个运算符和我们数学上的运算符的这个概念可能不太一样 我们数学上面通常都是说这个数字做这样的一个加法运算 对吗 但是在我们的编程语言里面 我们的字不串也是可以用这样一个加号运算符来连接在一起的 那么我们接着来回忆一下在我们之前的课程中 我们使用了哪些这样的一个运算符 我们曾经使用过了这样的一个加号 然后我们还使用过了这样的一个长号 一个列表乘以一个数字 相当于把这个列表重复 这样的一个数字的次数 走到123123123 好 还有这样的一个减号超多符 那么有加有减有成有除吗 有啊 这个我们也介绍过了 比如说那三除以二 好 1.5 然后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还介绍了 双斜杠 这个是什么 这个我们之前就讲过了 它是整除的意思啊 等于一 关于这个加减乘除啊 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讲的啊 这里呢提醒一下大家啊 在我们数学上面啊 通常呢我们用加减乘除呢 都是只能对这样的一个数字啊 做这样的一个算数运算 但是呢在我们的编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可以对这个我们常见的数字 做运算之外啊 我们还可以对列表啊 做运算 也可以对这样的一个字不串 做运算啊 好 那在我们数学上面啊 还有一个概念啊 叫做余数 那么在pass里面 如何来求这个余数呢 pass里面 是使用这样的一个百分号 来求余数的 好 那么这样的一个 5对2求余数的结果呢 将是得到1啊 这个余数啊 可能在我们数学上面 用的比较多 但是呢可能相对于加减乘除啊 同学们对这个概念 可能比较陌生啊 那么下去之后呢 大家去查一下啊 这个余数的概念 好 那在我们数学里面啊 还有这样一个平方 立方的概念啊 或者是说呢 更高次方的这样一个概念 在pass里面怎么表示呢 比如说呢 我现在呢 要表示啊 2的2次方 怎么表示啊 类似于乘法啊 好 我们看一下2的5次方啊 32啊 那么以上的啊 我们所举的加减乘啊 等等啊 这样的一些符号呢 称作运算符 而且呢 在pass里面 以上的几种运算符呢 被我们特别称作算数运算符 为什么叫算数运算符呢 因为啊 这些运算符号呢 都是来源于我们数学里面 对数字的啊 这样的一些运算 所以说呢 被称作算数运算符 但是呢 正如我所强调的 在pass里面呢 并不是只能对数字做运算 好 那么以上的这些算数运算符呢 都是非常好理解的啊 因为呢 它本身呢 就是来源于我数学里面 最基本的一些概念 那么在后面的课程中呢 我们将啊 学习一些我们编程语言 所特有的一些运算符 这个呢 才是重点 这里呢 我没有选择用PPT啊 我呢 还是给大家做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思维导图 那用思维导图呢 来向大家呢 展示一下Python里面 所拥有的运算符号 好 我把这个给放大一下 差不多了啊 Python里面呢 大致啊 有以下的几大类运算符号 算数运算符 这个呢 我们刚刚的介绍过了 然后呢 数字运算符 也叫关系运算符啊 这里呢 我比较推荐呢 叫做这个关系运算符 因为呢 在其他的很多语言里面呢 像这样的一些符号呢 都被称作关系运算符 然后呢 还有逻辑运算符 成员运算符 还有身份运算符 哦 这里呢 还有一个运算符啊 就把它移漏了 叫做为运算符啊 好 那么这里呢 我把这个为运算符啊 它的几种符号呢 都给它补全了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运算符呢 是非常多的啊 我并不推荐大家啊 把每一个这个符号的意义啊 通过死记硬背 把它给背下来啊 其实呢 在整个编程 可以说是创作的工作中呢 我都不推荐大家啊 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啊 来记住每一个符号 或者是每一段代码的这个意义啊 那么我说下我推荐的一种方式 我为什么把这个思维导图给做出来呢 我还是希望大家啊 一定要抓住这样的一个大的分类 这个呢是需要大家所熟悉的 因为你只有知道大的分类 它的意义啊 你才能在你的编程的工作中想到 你要从哪一个大分类下面去获取它的子的 这样的一个符号 比如说呢 当我做四则运算的时候 哎 我就会想到哎 我们Python里面的这个算数运算符 这个分类是可以解决我四则运算的问题的 那么至于说这个加法用什么表示 成法用什么表示 出法用什么表示 这个呢 你可以通过啊 查询我们Python的这样的一个手册 每一种语言都有它的一个快速查询手册 通过查询手册来获取它具体的这样一个表达方式 比如说呢 你遇到一个要做乘法的运算 那么你去查 你知道的是这个信号 好 第一次你查询知道了 过了一段时间 那你忘了 第二次的时候呢 你还是需要去查询 那么当这个过程呢 重复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呢 你就不需要再去查询手册了 这个信号代表乘法呢 就可以啊 记在你的脑海里面了 千万不要对着手册把这所有东西都给背下来 好 那么这里呢 我是拿这个运算符做一个举例 实际上来说呢 在我们编程里面啊 这样的一些概念是非常多的 那么这些所有的概念性的东西呢 我都推荐使用我手术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方式 并不仅仅呢 是特指这样的一个运算符号 包括啊 后面我们去学习面向对象的时候 我们的类和对象也有很多这样的概念 那么我还是建议大家 第一呢 多写代码 第二呢 请你去查询手册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从下节课开始呢 我会向大家讲解每个运算符的具体的作用和意义 但是呢 这个运算符呢 是非常多的啊 我会从每一个大的运算符分类下面挑选几个实例 给大家讲解 那么大家学习呢 还是我手术的啊 一定要培养起自己的自我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编程的概念是非常非常多的 而且呢 每一年啊 这个语言呢 也在不停的发展新的概念呢 也在不断的添加进来 所以说大家只有养成了这样的一种自我学习的能力 才能在编程的路上越走越远 好 同学们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 好 那么我们本节课开始呢 来学习一下 除了这个算数运算符之外 其他的其中运算符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首先来讲一下这个复值运算符啊 我们看一下 放大一下 好 复值运算符啊 有以下的这样的一二三四五六七类 大家其实呢 可以看到啊 这个复值运算符啊 和我们算数运算符很相对不对 比如说算数运算符呢 有这个加号 然后呢 我们复值运算符呢 有这个加等号 然后呢 然后呢 复值运算符呢 也有这样的一个成等号 我们可以看到啊 复值运算符啊 它其实呢 就是在算数运算符的基础上面 又加了一个等号 这个呢 是一个小小的规律 好 那么我们首先呢 给出复值运算符的这样一个概念 复值运算符最重要的这个概念 在于复值上 它就是为了给我们的变量复值而产生的 我们可以看到啊 复值运算符的第一个是一个等号 对吗 这个等号的作用 我之前在讲这样的一个变量的时候 视频有给大家介绍啊 我们给变量复值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用的这个等号 好 等号的这个概念很好的理解啊 那么后面的加等乘等 然后呢 这样的一个斜杠等 它们是什么意义呢 那么这些符号的意义在于啊 先做运算再复值 比如说加等 先做加法运算 然后呢 再把这个加法运算的结果呢 复值给我们的某一个变量 好 然后呢 我们需要具体的到我们IDLE里面啊 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复值运算符 它应该怎么用呢 我们举一个示例 我现在呢 把1复值给一个变量C 这里大家要注意啊 我说的是把1复值给一个变量C 我为什么没有说定义一个变量C呢 这个呢还是我之前说到过了 Python的变量呢 是不需要定义的 这个呢和其他语言是不同的 所以说呢 最好呢 是不要说定义一个变量C 然后让它取这东西 而一个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把1复值给一个变量C 也许有时候我也会说这个定义一个变量C 因为呢可能这样说的更顺口一些 但是呢大家呢 一定要明白 Python里是不存在变量的定义 好 大家呢只需要记住我之前啊 在讲解变量的时候所说的这句话 变量在Python里面就是一个名字 好 在把1复值给变量C之后啊 我现在呢要做一个预算 我现在呢要把C这个变量加上1 然后呢再复值给C 这个代码怎么写啊 应该写成C等于C加1 这个呢就完成了我刚刚说的这样一个逻辑 好 好 然后呢我们运行看一下结果啊 C 好 当于2都不对 那么在以上的这两端代码里面 我们用到了我们这个复值预算符的第一个啊 也就是最基本的等号 它的作用就是复值 然后我们看一下 C等于C加1啊 它有一种简写的形式 怎么写呢 这个写法就是C加等于1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 现在呢 C最开始就是所等于1 然后呢 C又等于C加1 其实C变成了2 然后呢 再做一次 C等于C加1的操作 现在C应该是多少啊 我们看一下啊 Print C 应该是3啊 对不对 好 所以说啊 我再重处一遍啊 C加等于1 它呢 是C等于C加1的一种简写 然后这个时候呢 加等于2 就是一个负值运算符 好 那么这里呢 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扩展 在其他的一些语言里面啊 像C等于C加1这种操作 除了可以简化成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负值运算符 C加等于1之外呢 它呢还有一种写法啊 就是这个C加加啊 这个地方的C加加不是我们说的这个编程语言的这样一个C加加啊 这个地方的加加呢 在其他语言里面呢 它呢叫做自增运算符 同样呢 还有这样的一个字减运算符啊 C-C加加呢 就是C等于C加1 C-C加1 C-C-C- 但是问题是啊 在Python里面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C加加啊 它会报错 C-也会报错啊 这是为什么 这个就是因为啊 Python呢 它在Python语言里面呢 是没有这样一个字增 或者字减运算符的 好 然后呢 那我们再加深一下对这个负值运算符的理解 我现在呢 把2这个数字复制给B 然后呢 我呢 把3的数字复制给A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B等于B加A 这样的一个负值运算呢 我们可以怎么减化呢 用负值运算符 我们可以减化成B加等于A 好 然后呢 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Print B看一下 它将得到结果5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继续的扩展一下 如果我现在呢 换一个这样的一个复制运算符 B-A 大家猜一下 这个运算结果 执行了之后 执行了之后啊 现在的B啊 它将打赢出多少来 分一个B 大家猜一下 这个结果啊 将等于2啊 好 为什么 因为呢 你在执行了B加等于A的之后 B的结果是5 对不对 然后呢 B-A 它呢 是可以等于这样的一个B等于B-A的 好 所以说呢 5-A的值3 然后呢 得到结果2啊 好 这个呢就是减等啊 这样的一个用法 那么以此类推 还有B乘等于A啊 大家觉得B乘等于A 这段代码执行之后啊 我再误一个B的结果是多少 大家想一想啊 好 B乘等于A 它的这样的一个运算结果呢 将是2乘以3 应该等于6啊 好 那么我们取了这么多复制运算符 它的这样的一个用法之后啊 大家呢 现在呢 对这个复制运算符呢 也应该有一定的了解了 那么最后呢 我还要再次强调一下 复制运算符 你最终呢 一定要落实在复制上面 大家可以想一想啊 我在啊 定义了两个变量AB了之后啊 A加B 这样的一个操作 和B加等于A 它们有什么区别啊 这个区别就在于啊 A加B B没有改变A和B的值 不行我们可以看一下 printA它还是1 对不对 然后printB它肯定还是2 为什么呢 因为它没有落实在我说的复制上面 但是呢 我们换一个写法 B加等于A 这个就变了 因为我们说过了 这个B加等于A呢 它呢 可以找到B等于B加 好 那么这个计算的结果最终呢 是要复制给B的 所以说B的这样一个值呢 改变了啊 这个呢是最大的一个区别 好 我们可以printB看一下 它不再是2了 它是3 好 那么剩下的呢 还有这样的一些除等啊 取磨等啊 这样的一些啊 其他的复制运算符呢 我们就不再一一讲解了 大家呢可以啊 下去了最后呢 自己试一下 可以拿参考啊 我们的这个地方 所列出的 这样的一些复制运算符 好 那么关于这个复制运算符 这一大类的运算符呢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集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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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这节课来讲解想象的关系运算数 那么这个关系运算数非常好理解 如果你把它称作比较运算数 其实就更好理解了 它其实就是两个变量之间做一个比较 比如说这个等于两个等号 它就是来比较两个数是否相等 或者说这个不能说是两个数是否相等 它应该来说的话是比较两种数据类型是否相等 还有这个大鱼和小鱼 它们都是去做两个变量之间的大小相比的 好 那么这里有一点是需要大家理解的 我们说比较 它并不仅仅仅限于这个数字 它们之间的比较 数字的比较 这个我们很好理解 但是其他类型的一些变量也是可以做这个比较的 比如说除了数字之外 还有哪些类型可以比较 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支付串可以比较吗 可以比较 布尔类型可以比较吗 可以比较 所以说不要把它认为只能去比较数字 好 那么我们之前的课程里面在讲负值运算符的时候 我们强调负值运算符最重要的特点在于负值上面 那么比较运算符 它没有负值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它的关键点是什么 它的关键点在于这样的一些运算符号 操作完了之后的结果将会返回一个不而止 不而止我们之前学到过 也就是说到底是真还是假 一个变量是否大于另外一个变量 或者是说一个变量是否等于另外一个变量 比较运算符 关系运算符就是做这个事情 所以说不而止是关系运算符的一个关键概念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IDRE里来 我们打开一个新的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 这样一个关系运算符的例子 比如说1双等于1 大家觉得它运行的结果是多少 它将返回一个不而止处 因为那1确实是等于1的 这里大家就要有所区别了 一个等号它是属于负值运算符 两个等号是属于关系运算符 同样我们可以看一下 1是大于1的吗 不是的 所以说它返回的结果将是false 同样还有这样的一个大于或者等于 注意一个大于号一个等号 表示的是1是否大于或者是等于1 很显然这个运算的结果将是一个true 这里我们强调一下大于或者等于1 或者是关键点 以此类推它还有赏值等于号 有些同学可能会觉得这些1等于1 这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这个你觉得没有意义是因为我这里是讲课 所以说是拿具体的这样一个数字给你再做这个比较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一下 如果是我们这两个变量 比如说A是否大于或者等于B 这个时候就有意义了 你觉得1等于1没有意义是因为你看到的这个值是1 所以你直接就能够想到结果 但是我们真正的编程里面 我们通常是拿这个变量再做这样一个比较 变量变量就是它有可能改变 你根本就不知道A和B的具体的取值 这个时候他们的这个比较就有意义了 那么最后还有一个不等于号 这个我们简单说一下 不等于号其实就是判断两个变量 是不是不等于 有一点点的绕口 两个等号是判断是否相等 这个是判断他们是否不等 比如说我这里 A等于1 B等于2 然后我们这样 A是不是不等于B呢 是的 A确实是不等于B 因为A是1 B是2 他们是不相等的 那么这个关系运算符比较简单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还是我所强调的关系运算符 最终它将产生一个不二值的结果 这里我说一下 我们很多同学对于这样一些 1加1 2加2 或者是1减1 这样一些数学里面常见的四则运算 非常好理解 但是对于我们这里的这样一个1大于1 这样的一些关系运算 却变得会非常陌生 其实我要说的是 在编程语言里面 你这样一些常见的四则运算 和我们所讲的这些关系运算 它们都是一样的 它们都是一种运算 1加1 你很容易理解它等于二个段 这是因为它是数学里面的基本运算 你现在就能想到 它将得到 但是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比较运算 我们的比较运算 其实它也是一种运算 只不过它返回的结果 不是我们常见的数学里面的数字 但是它也有一个返回结果 就是我们的不二值 只不过是返回的类型不一样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很多同学可能觉得 我现在讲的这些都是废话 但是等会我们去讲这些复杂一点的运算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这个理解非常重要 不相信给大家出一个简单的思考题 没有多难 可以用我们已经学过的知识做所解释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把1这个值付给b 然后做这样的一个运算 b加等于b大于等于b 大家觉得这个运算成立吗 它肯定是成立的 它没有报错对不对 然后我现在print b 大家觉得b的结果是多少 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思考一下 b的结果是多少 这个并不重要 因为你回撤就可以看到结果了 关键是你能不能用我们所学的知识 解释这样的一个b 为什么等于它所得到的这个值 各位同学 那么关于这个关系运算符 或者这个比较运算符 我们就先讲解到这里 我们下集课再见 大家好 anytime 开始 我们下集课 来课 来课 再去 我们下集课 这个UI 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上节课的最后给大家留了一个小小的思考题 这个思考题是这样的 首先我把E复制给边量B 然后我的问题是 对于B加等于B大于等于E 这样的一段代码运行了之后B的结果是多少 那么我当时说了B的结果是多少 这个非常简单 我们直接printB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答案 好,那我们看一下 B的结果将是2 那么正如我上节课所说 B等于2 这个我们print一下就可以知道结果 但是问题是 我们一定要知道为什么 大家不要小看这样的一段代码 这样的一段代码 其实已经用到了很多我们之前所学习到的一个知识点 好,大家不要小看这段代码 这段代码不难 但是它综合了我们之前所学习到的若干个知识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B大于等于1 它的一个运算的结果 B大于等于1根据我们之前所学习的这个关系运算符 我们直接看一下B大于等于1的结果 很显然 B,由于B是等于1的 所以说B大于等于1呢 它的结果是ture 好,那么现在呢 我们上面的这样一段代码就可以转化成这样的一段代码 好,那么又可以根据我们所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复制运算符的规则呢 我们可以把这段代码简单的转化成B等于B加去 好,那么转化成这段代码之后 一切就豁然开朗了 那么现在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 B的取值,那在目前来说的话呢 它是一个整齐,对不对 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呢 把1的复制给了这样的一个边量B 好,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一个数字可以和一个布尔类型相加吗? 毫无疑问是可以的啊 大家记不记得我在之前讲基本数据类型的时候呢 我们学习到了啊 这样的一个布尔类型呢 它本身呢 就是我们Number这个数字类型上面的一种 对不对 而且我记得很清楚啊 我当时呢给大家呢 是做了这样的一个代码演示的 我们尝试着把处呢 转换到我们的整形下面 它的结果呢 应该是1 现在呢 其实这个问题呢 就变成了B B加1 所以说呢 这样的一个结果运算出来 当然是等于2 好,从上面的这段示例代码呢 我们可以看出 单独的讲某一个知识点的时候呢 非常的容易理解 但是呢 编程呢 它们有时候啊 难就难在 我们需要把很多个 我们所学习到的知识点呢 组合在一起 来解决一个问题 那么当这些啊 小的知识点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呢 就会让这个代码呢 看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理解 但是呢 这个呢 并不是什么问题 只要你的基础语法的功底呢 足够的扎实 总能像我这样的啊 一步一步的啊 把这个结果呢 给推导出来 好,那么这个问题呢 给大家呢 讲解完毕了之后呢 我们再深入的 来学习一下关系运算符 好 我们打开一个新的idea而已 之前啊 我们在讲关系运算符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拿这样的一个数字 再做这样的一个比较 那么数字呢 它做比较呢 大家呢 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因为呢 数字有大小 这可能是来源于我们生活中数学里面的一个基本的常识 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在这个Python里面 我们只能用数字来做这样的一个大小的比较呢 或者呢 我们换一句话说 是不是只有数字可以在Python里面做这样一个关系运算呢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现在呢 拿两个字符串 做这样一个比较 A是不是大于B 首先这个代码 它会报错吗 我们看一下啊 它不会报错 它得到的是Force 好,那么这个怎么理解呢 两个字母还有大小吗 那么这里呢 其实呢 它比较的是什么 它比较的是 这两个字母的一个 ASC码 好,我们呢 可以看一下 A和B的ASC码分别是多少 我们之前呢介绍过的这个ORD函数 好,我们先看一下A 97对不对 好,再看一下B 多少 98 那么你说97和98它们能比较吗 能啊 而且那97呢 它是不会大于98的 所以说得到的结果呢是Force 好,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比较 ABC 赤法 下一个 A B D 好 大家猜一下 它的这个运算 它的这样一个结果是多少 它肯定会得到一个True和Force 那么是True还是Force呢 答案应该是True 那这个我们又应该如何理解呢 还是以ASC码的方式来理解 我们看一下 ABC 它会报错 好,那么我说一下 当一个字符串里面有多个元素的时候 它的这样一个比较规则又是什么呢 好,那么对于上面的这个ABC和ABD做这个关系预算的时候呢 Python会做以下的这样一个解析规则 它呢会把这两个字符串里面的每一个字符拿出来单独做比较 比如说呢 首先呢 我会把第一个字符串的A拿出来 和第二个字符串的A做比较 好 A A是等于A的对不对 所以说呢 现在呢 它无法判断是不是小于 好,所以说呢 A和A是比较不出来的 接着呢 来比较B和B B和B呢 还是比较不出来 因为它们是相等的 好,最后呢 到第三个这样一个字符的时候呢 C是不是小于D C是小于D的 所以说呢 最终的结果呢 得到的是True C为什么小于D啊 这个运算规则呢 就是我们上面说的 这样的一个单独的字母的ASK 叫 你可以看一下 99对不对 B呢 不出意外的话呢 它是100 好 所以说呢 最终的结果啊 就得到的是True 好 我们呢 再打开一个新的IDAE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扩展一下 不只是呢 这个字符串呢 也可以做这个关系运算 我们之前所学到过的这个列表啊 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关系运算啊 上面这个代码的运行结果呢 将是True 为什么 还是我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比较规则 先比较两个列表的第一个元素 一个是1 一个是2啊 得到结果了之后呢 马上 它就能够判断出这样的一个结果了 所以说呢 它是True了 好 那么列表可以比较 我们再看一下 圆组可以比较吗 没有问题啊 也可以做比较 因为呢 第一个元素想不懂 但是第二个元素呢 二是少于三个 好 那么通过以上的示例呢 大家呢 一定要明白啊 这个编程语言里面的关系运算 或者是简单一点说呢 比较大小啊 绝对不仅仅呢 是限于这样的一个数字之间的比较 像我们学习的制度券 还有这个元素列表呢 等等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类型呢 都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比较啊 关于其他这些类型呢 这里呢 我就不再一一的举例了 大家下去了之后呢 可以分别的把我们字典呢 还有我们的集合 都可以拿出来比较一下 还是我所说的 大家学习这个Python呢 完全没有必要去使劲硬背 哪些类型可以比较 哪些不能比较啊 当你遇到这些问题 你脑子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呢 很简单 打开我们的IDRE 简单的写一段测试代码 然后呢 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了 这个呢 是我推荐的一个实际的编码 或者说呢 是一个学习的方式啊 自己动手做一下 我们Python啊 相对于其他很多语言来说呢 它的这个运行一小段代码的这个成本呢 是非常低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只需要打开这个IDRE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 要好好地利用Python这样的一个优势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集课再见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这集课呢 继续来讲我们的Python的运算符 上集课呢 我呢 讲了这样的一个关系运算符 那么本节课呢 我们呢 继续来讲这样一个逻辑运算符 好 那么我们呢 先大概说一下逻辑运算符的这样一个概念 首先呢 大家要明白一个基本的点啊 就是逻辑运算符 它呢 主要是来操作布尔类型的 布尔类型 好 逻辑运算符呢 操作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类型呢 是布尔类型 同时呢 它的返回结果 也是布尔类型的 你抓住我所说的这两个点 操作类型和返回结果都是布尔类型的 那么呢 这个逻辑运算符理解起来呢 就会比较容易啊 好 那么啊 and or not 这三个逻辑运算符 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好 我们先说and and呢 表示的是这样的一个 且 它表示的是且 那么对于and来讲的话 如果它所操作的两个基本类型呢 都是真 也就是都是q 他最终返回的这个布尔类型呢 才是q 有一个不是这个q的话呢 它将返回false 好 说起来呢 可能不是很好理解 我们还是到我们的idle里面 拿我们具体的这样的一个 实例来看一下 好 q and q 大家觉得 它返回的结果是什么 是q 因为呢 它所操作的两个基本类型呢 都是这样的一个布尔的q 就表示真 所以说呢 它最终得到的结果是真 那么我们说了啊 有一个图是真 那么呢 它必然 tru 它将呢返回false 好 还是我所说的啊 你可能觉得这样的写法呢 毫无意义 这个呢 还是因为我说了 真正的编码的时候呢 这个q和false 它们是会被变量所替代的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or or呢 在国际预算里呢 它表示着这样的一个 两个基本类型的关系 是或 或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把我们刚刚写的 这个and的这个代码呢 辅助下来 然后呢 我们把and改成or 好 我们刚刚说了啊 and呢 是且关系 只有两个同时为真的时候啊 才会反过真 但是呢 现在我们来看or啊 它只有一个为真的时候呢 它就将反回真啊 这个呢 就是or的意思啊 或者了 但是呢 如果啊 我的这两个类型呢 都为false的话呢 or也将反回false 因为呢 这里呢 不是或者了 我们这里呢 同时都为false了 最终结果将得到false 好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not not not啊 它和这个and和or的区别 对在于什么呢 and呢 也是同时操作这样的两个变量 对不对 但是呢 对于啊 not来说的话呢 它只操作一个啊 比如说呢 not false 不是假 那么呢 它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真 同样呢 如果啊 我用not true 不是真 那么结果是什么 当然是假 对不对 好 从开始的这几个逻辑预算符号里面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非常的容易理解啊 and,or和not 它都是基本上是用我们这样的一个英文单词 在做这样的一个运算符号的 好 那么现在呢 我问一下大家啊 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not,not true 大家觉得是它想返回真还是假啊 我们看一下啊 它想返回true啊 为什么呢 这个大家能不能解释一下 这个很好理解啊 not true的结果是false的 然后呢 not force呢 就变成了ture啊 好 我们把我们刚刚所学的三个and or和not做一个总结啊 and啊 它呢 这个攀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预算关系呢 我们呢 我们呢 可以把它称作且啊 或者呢 你也可以把它称作与 好 那么对于or来说的话呢 我们呢 可以把它称作或啊 好 然后呢 对于这样的一个not呢 我们把它称作什么 称作非啊 所以说呢 如果别人啊 跟你说起了两个变量之间的或关系 或者是与关系 非关系啊 你不要不知道 它们就是指的是暗的奥和闹台 好 那么接着呢 我们再深入的学习一下 这样的一个逻辑预算符啊 我之前呢 在讲逻辑预算符概念的时候 我让大家抓住两个点 第一个是呢 第一个是 逻辑预算符呢 是对布尔类型进行操作的 同时呢 它的返回结果啊 也是布尔类型 好 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定义 我们呢 可以啊 来演化一下我们的逻辑预算符啊 这两个ture啊 按的 大家都很好理解啊 那么我们先换一下 我们换两个数字啊 他们做这样的一个逻辑预算 大家觉得 首先觉得它成立吗 这个代码会报错吗 不会啊 它将得到结果1 好 我们继续再看一下啊 如果我是两个子不串呢 成立吗 同样是成立的 它将得到结果B 好 我们还可以再看一下 R A R B 它将得到A 好 最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NOT 是不算A 前面两个都成立啊 那么最后一个肯定也是成立的啊 看一下啊 它没有报错 对不对 但是呢 它得到是FALSE 好 那么看到这个现象 很多同学们可能觉得 老师你刚刚说的不对啊 可能会认为呢 这个逻辑预算符 它们操作的并不一定 并不一定就只能是这个不二类型 其实呢 这个结论呢 并没有错 它实际上操作的呢 还是一个不二类型的 只不过呢 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数字啊 还有这样一个字不串呢 它们和不二类型之间呢 都是有一个转换关系的 你比如说啊 第一个1 1的1呢 其实呢 它呢 它的运算呢 其实就是True 1的True啊 因为1呢 在这个逻辑运算里面呢 将会被认为是一个True啊 好 那么同样的A和B呢 它呢 也会被认为是两个True啊 那么最后呢 Not A 其实呢 就等价于啊 我们这边的这个Not True啊 理解我所说的这一点 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在我们的实际的去编码的 编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 我们很少啊 是去做这样的一个逻辑运算啊 我们很少啊 直接把一个变量呢 就复制成这样一个不二类型 然后呢 再去做这样一个A和B啊 或者是这样一个B和A 这样的一些逻辑运算 很多时候啊 我们其实呢 都是去对这样的一些非不二类型的 这样一个值呢 去做这样的一个逻辑运算啊 好 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 那我们说了啊 这样的一些非不二类型啊 比如说像指不串啊 和数字啊 他们在做这个逻辑运算的时候啊 到底啊 什么样的值会被当作是一个TU 来参与逻辑运算 什么样的值又会被当作FALSE 来做这个逻辑运算呢 这个呢 是我们重点要讲解的 好 对于整数啊 和幅点数来说呢 0呢 他们的取值是0的时候呢 表示的是FALSE啊 当他们为非0的时候 包括1啊 2啊 3啊 1.0 2.0啊 表示的是TU啊 好 这个表示可能不是很好理解 我们应该这么说啊 0呢 将被认为啊 是FALSE啊 这样更加容易理解一些 好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呢 NOT 0.1 0.1不是0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它将被认为是TU 那么NOT TU将得到什么呢 将得到FALSE啊 接着呢 我们再说一下啊 这个字符串类型啊 对字符串类型来说的话呢 如果啊 这个字符串是空字符串 也就是说呢 这个字符串里面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值 它呢 将被认为是FALSE啊 好 否则的话呢 它将被认为是TU 这个呢 我们也可以举个具体的例子啊 比如说呢 NOT 这样一个空字符串啊 我们刚刚呢 有做过这样一个NOT EDIT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NOT 这样一个空字符串啊 我们说了啊 空字符串呢 将被认为是FALSE 所以说 NOT FALSE的结果呢 将是TU 好 这里呢 我提一个问题啊 NOT 这样的一个字符串0啊 它的这样一个反汇结果是多少呢 很多同学啊 会认为啊 老师你刚刚说的0 会被认为是FALSE 所以说呢 你这里的NOT 0的结果 将是TU 当然是实际上不是的 它将是FALSE 好 这个呢 是我们很多初学者 非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我们说0被认为FALSE呢 是当这个0 表示的是一个LAMBLE类型的时候啊 是一个数字类型的时候啊 但是你这里的0 你不是数字类型 你是一个字符串 既然你是字符串 那么你就要遵循字符串的这样一个规则啊 只有空字符串才表示FALSE啊 你这里并不是一个空字符串 所以说呢 它呢 会被认为是一个TU 那么NOT的TU呢 将得到FALSE 好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列表的这个情况 列表在参与逻辑运算的时候 将会被如何转换啊 列表的这个行为呢 其实呢和字符串是一样的 空的列表呢 将被认为FALSE 否则的话呢 将被认为TU 好 我们呢 可以举例看一下啊 NOT这样的一个空的列表啊 它将得到TU 同样呢 NOT有值的这样的一个列表啊 它呢 将被认为是FALSE啊 不是被认为FALSE 非空的列表呢 将被认为是TU 然后呢 运算得到的结果将是FALSE啊 好 那么剩下的还有几个类型 比如说呢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逃跑远速啊 Site集合 以及我们的这个Dict啊 字典呢 它同样遵循啊 和列表相同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所以呢 我们就不再一一的举例了 好 那么在我刚刚的举例里面呢 我是拿NOT这样的一个逻辑运算符呢 在做这样的一个举例啊 它得到的结果呢 是FALSE 这个通过我们刚刚的讲解 是很容易理解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再来看一下 如果呢 我现在呢 拿一个有元素的列表 和一个没有元素的列表 去做这样的一个运算呢 它将得到的结果呢 是这样的一个 第一个元素啊 它将得到第一个元素 它并没有显示的 把这个FALSE 或者是TU返回回来 好 那么看到这个结果啊 是不是就说明 我们的逻辑运算符呢 它呢 并不一定是返回的是 这样一个布尔类型呢 并不是 大家可以想一想 既然 逻辑运算符前后 它的这样一个操作的类型呢 可以用非布尔类型来表示 那么它的返回结果 一样可以用这样一个 非布尔类型来表示 逻辑运算符所操作的两个值 它们和布尔类型之间呢 我们刚讲到了 是有一个转换的规则和关系的 那么同样啊 它的结果呢 也有这样的一个转换关系啊 这个结果的转换关系呢 和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转换关系呢 是一模一样的 你比如说这里啊 我拿一个有元素的列表 和一个空列表 做这样的一个奥运算 它将返回给我们一个有元素的列表 那么我们说了 有元素的列表就是非空 在我们的这个关系规则里面 非空表示的是ture 所以说呢 这两个列表的运算结果啊 实质上来讲的话呢 它的返回结果啊是ture 好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运算的结果呢 是第一个元素的 但是呢 你不能认为啊 奥运算永远返回的是第一个元素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顺序颠倒一下 你觉得它返回的是什么呢 它同样返回的是这样的一个 有元素的列表 而此时呢 有元素的这样的一个列表 却是我们奥运算的第二个元素啊 所以说呢 你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啊 它永远返回的是第一个啊 以我的一个经验来看呢 给大家一个建议 你不要关心啊 这个奥运算数到底返回的是第一个元素 还是第二个元素 你要关心的是这个运算的结果到底代表的是ture还是false啊 这个就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同样的还有and 比如说呢 你a and b啊 它将返回的是b对不对 看似啊 它返回的是第二个元素b啊 但是呢 我们换一个规则啊 比如说我用空字不串and b呢 大家觉得返回的是什么 它将返回第一个空字不串啊 所以说呢 即这样的一个返回第一个元素还是第二个元素 这个是不靠谱的啊 我们正确的理解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总结一下 not这个啊 很容易理解 它一定返回的是ture和false 比如说not0 它返回的是ture 这个呢 我们理解 好 那么我们呢 要重点说的呢 是and和all 它们的一个返回规律 好 我们随便呢 先举几个例子 e and 0 它将得到的是0啊 然后呢 0暗的1呢 它还是得到0 对不对 第一个这个运算里面呢 它得到的是第二个元素 然后第二个运算里面呢 它得到的是第一个元素 但是结果是不变的 对不对 那么其实如果你死记硬背的话 你很难去判断 它到底返回是第一个元素 还是第二个元素 这里呢 我要给大家说的是一个讲道理 这样的一个理解方式 大家注意听一下 好 要找到这样的一个返回规律呢 我们可以来模拟一下 计算机的这样的一个解析代码的流程啊 当计算机读到第一个数字1的时候 它能不能把整个这个 逻辑运算的结果给计算出来呢 不行啊 为什么不行 因为我们说了啊 and呢 它的本质的意义在于 它要比较两个数啊 注意啊 它要比较这样的两个数字 一个数字是比较不出来的 为什么 因为and呢 是它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是 两个同时为真的时候 它为真 两个同时为假的时候 它为假啊 所以说它必须要比较两个数 计算机解析到1and的时候呢 它是复制到的 第二个数还没有得到 所以说它解释不出来 只有计算机啊 知道第二个数值是多少了之后啊 才能把最终的结果返回回来吧 你可能觉得我说的这个呢 是废话 因为那1and的0啊 你要让它的结果呢 表示的是假的话呢 必须只能返回0 对不对 因为如果返回1的话 这个计算机我就错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特殊的情况 1and的2 它得到的结果是2 2and的1 它得到的结果是1 那如果我现在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1and的2 这个首先呢 那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啊 计算结果肯定是真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1也可以表示真 2也可以表示真 到底返回的是哪个值呢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要我之前所讲到的计算机 解析这个代码是过顺序的一个意义啊 计算机只有知道了第二个数值 它才能够判断这个表达式的结果啊 所以说呢 这个最终呢 将返回的是第二个值啊 2 那有些同学可能要问啊 既然1和2啊 都可以表示这样的一个 正确的计算结果 那为什么不是法律一呢 这个怎么给大家解释呢 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有一天 有一个人给你搬来了两个很大很重的箱子 然后呢 你把这两个箱子啊 叠着啊 放在一起 一上一下 过了几天呢 这个人过来 他问你要箱子 他只要其中的一个 那么你说你是把上边的这个箱子搬给他好 还是把下边的搬给他好 毫无疑问啊 这个肯定是 你直接把上边的搬给他会更好一些啊 因为呢 如果你要搬下边的话呢 你还要把上边的这个箱子给你挪开 对不对 那同样啊 放到我们的这个案的罗基因算里面 你也可以类比一下我刚刚所说的这个过程 如果说我只要一个箱子就能判断出结果来的话呢 如果我只要一个数字就能判断出结果来的话呢 我肯定就把第一个数字返回给你的 第二个数字根本就不需要参与 但是问题是按的呢他两个都需要 那么计算出结果之后呢 我当然把最后面的这样一个反过给你更加方便一些 不伤心呢 我们可以再运算一下啊 按键2按的1 大家觉得返回的是哪个啊 它还是返回最后面一个啊 好 那么这个结论呢 同样啊 可以运用到我们的这个out 这个罗基因算里面啊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我这里呢有一个0 1 大家觉得返回的是哪个数值啊 它返回的结果呢将是1 我们给你看一下还是按照我刚刚说的计算机的一个解释流程 当计算机他读到这个0这个数值的时候啊 他能计算出整个这个表达式的结果吗 计算不出来 因为我们说了啊 out呢是其中一个为真就为真 你只知道0它是假 但是你并不知道后面的一个数值 所以说呢他必须要读到1这个地方 好读到1这个地方之后呢 1可以代表真 那我就顺手把1返回给你了 好那我换一下呢 1out0的时候呢 结果肯定还是1对不对 因为呢这个是奥运算的本质的一个概念啊 它一定会返回为真的 但是为什么返回的是1呢 这个还是我所说的这个道理啊 计算机读到1的时候啊 因为1为真对不对 所以说呢既然他已经确定的是真的话呢 他就不需要再读后面的值了啊 所以说他就返回1 这个可能不是很明显 你可以这样看一下 1out2啊 这个呢肯定就更加明显了 到底返回1还是返回2呢 我们的and 1and2的时候返回的是2 但是1out2的时候呢 他想返回的是1啊 为什么 还是我所说的 他读到了第一个字符的时候 他就已经能够判断出这个计算的结果了 他就直接返回给你了 他根本就不会去读第二个 我刚给大家举的搬箱子的这个例子啊 并不是说强行去做这个比喻啊 计算机呢 他也跟人一样啊 他更倾向于偷懒 既然呢他读一个数字 他就能够判断出来这样的一个结果啊 他没有必要再去消耗他计算机的性能 再去看第二个 这可能并不是我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个比喻啊 还是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呢 对于这个逻辑预算符啊 大家千万不要死定备 什么第一个元素为真的时候 如果是And的话返回上返回第几个元素 然后第一个我讲的时候 如果是奥运算的时候返回第几个元素啊 这样你是记不清的 时间长了你就忘了 一定要按照我刚刚所说 所遵循的这样一个判断的过程和逻辑啊 来猜出正确的一个返回结果 好各位同学 那么关于这个逻辑预算符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啊 我们这节课的时长稍微有点长 那么这节课的重点啊 我这里说一下啊 重点还是在于啊 你要理解这样一个或且非 它们之间的一个运算的基本概念 同时呢你要知道啊 当非布尔类型 在参与逻辑运算的时候啊 它们像布尔类型转换的一个规律啊 至于说我刚刚给大家讲到的 这样的一个返回第一个值 还是第二个值的一个快速的一个记忆方法呢 这个呢如果你能理解 这个当然是最好的 不能理解的话呢 这个呢也不是太重要 关键还是要关注的是啊 它到底返回的是true还是false啊 结果 好 各位同学 那么在上几块 本节课的课程中呢 我们深入的学习了python的逻辑运算符 那么本节课呢 我们来继续学习一种新的运算符啊 就是这个成员运算符 成员运算符呢 在之前我们讲序列的时候啊 其实呢给大家简单的提到过了 但是呢我当时呢并没有啊 把这种运算符呢 像现在这样系统的啊 归类到这个我们的运算符体系下面来 好 那么我们这些课呢来一起啊 学习一下 成员运算符呢比较简单啊 只有两个 一个是E 一个是NOTE 那么从字面意识上来讲的话呢 就是在或者是不在 好 那么我们之前提到过了啊 对于每一种运算符呢 我们一定要抓住它的主要特点啊 那么成员运算符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好 首先呢成员运算符呢 是用来判断一个元素是否在另外的一组元素里啊 大家注意我说的这个描述啊 一个元素是否在另外的一组元素里 好 这是它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就是啊 成员运算符的返回值呢 依然是我们所熟悉的布尔类型 好 然后呢 让我们到我们IDL1里面啊 来实际的演示一下成员运算符的用法啊 假如说啊 我现在有一个序列啊 12345 我现在呢 要判断一个变量 A 是否啊 在这个12345这个序列中怎么做呢 好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要需要用到E 这样的一个成员运算符 这样的一个成员运算符 好 A E 12345 如果A啊 确实是在12345中 那么呢 它将返回True 如果不在呢 比如说呢 我再定义一个B B等于6 好 这个时候啊 我们再看一下B 是不是在这个列表中呢 很显然啊 6呢 是不在12345中的 所以说呢 它会返回Force 好 这个呢 就是成员运算符的基本的用法 好 那么这个成员运算符啊 有两个啊 一个是IN 另外一个是NOT IN法 NOT IN呢 这个呢 如果大家能够临解IN的用法的话呢 NOT IN呢 其实呢也是一样的 IN呢是判断是否在 NOT IN呢是判断啊 是否不在 好 我们还是拿上面的这个例子啊 来看一下 B是否在12345中呢 如果B取6的话呢 返回的是Source 因为6不在12345中 好 上IN NOT IN 这个结果呢 就应该返回True了 因为B呢 确实不在12345 我这个列表里啊 所以说它得到的结果是True啊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呢是拿列表啊 在做举例 但是呢 它同样啊 是可以存在于其他序列中的啊 包括字符串啊 比如说呢 我现在呢定义这样一个B啊 等于A 等于H啊 好 然后呢 我现在呢 要判断B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漏洞 好 很显然啊 是True啊 原主可以吗 原主一样可以啊 好 然后呢 这个集合可以吗 集合也可以啊 好 包括列表 原主以及集合的成员关系运算呢 都是非常好的理解的啊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啊 字典 成员运算符 它呢 又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同样呢 定义一个变量啊 它呢是一个字符串A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看一下啊 这样来操作一下 大家觉得啊 这样的一个成员关系运算啊 它会不会报错啊 首先呢 是它不会报错啊 然后呢 它会返回一个什么样的字呢 我们看一下啊 false 好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b给改一下 然后呢 我们再一次的啊 运行这段代码 这个时候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b的取值是1 对不对 然后呢 在这个字叠里面啊 它的这个值也是1 看似它将返回true 但是呢 问题是啊 我们看一下啊 它还是返回false 好 然后我们再看第三个情况 这个时候呢 我把b可以定义成记缚成c 然后呢 我再次的运行这段代码 此时啊 它将返回ępks 那么 自点的成员渊算 它的一个规律呢 很明显啊 只有第三种情况下面呢 它才会返回 täll 这个说明什么呢 这个说明啊 自点的成员关系运算呢 是针对KeyVenue 限制队里面的键来操作的 它判断的并不是Venue 而是Key 比如说我们第三种情况 只有当字典里面存在这样的一个 取之为C的Key的时候 返回的才是Q 好,那么通过这个示例 其实我也是想告诉大家 编程一定要实际的去动手 当你对一个问题存在疑惑的时候 没有什么太多的方法和技巧 就是多去试一试 多去写一下 去验证一下自己的想法 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好,那么我们上节课讲到这样一个成员预算符 这节课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身份预算符 身份预算符 如果要把原理讲清楚 它需要我们能够理解 拍子里面对象这样一个知识点 但是对象目前来说的话 对于我们来说 学习还为时过早 我们肯定会在后面的课程中 给大家详细的讲解对象的概念 因为我们现在还处于基础的阶段 大家需要一步一步的来 对象当然非常重要 这个我们也一定会讲到 身份预算符 我们现在就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好,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 就是我们的身份预算符 它最终的返回结果 同样是我们熟悉的过程式 好,那么这个身份预算符有什么作用 这里我并不会直接给出身份预算符 在Python里面的定义 因为从定义上面来讲 以我们目前所学习的知识 并不能够很好的理解 所以说我们还是 用我们的这样一个实际的示例 来驱动我们理解身份预算符的概念 好,我们先看一个示例 我现在把1复给A 然后把2复制给B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A比B 这样的一个身份预算 它将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好,我们直接回车看一下 好,它得到的是FALSE 这样一个过的值 好,那么综合我们现在所举的 这几个示例 似乎只有两个变量 它们的取值相等的时候 注意我说是取值 只有当它们取值相等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身份预算符才会返回 结果TWO 好,那么如果我们刚刚的这个结论成立 就是如果两个变量 它们的取值相等 则E的操作符将返回 如果这个结论成立的话 那么我们想想 身份预算符里面的E 和我们之前所学习到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预算符里面的这两个等号 它们又有什么区别 似乎是没有区别的 如果A等于E,B等于2 那么A和B做关系比较的话 它肯定是不相等的 但是如果A等于E,B也等于E 那么无论你是做这样的一个身份预算 还是做这样的一个比较运算 它们都将返回相同结果 但是我们来看一个特殊的实例 如果A等于E,B等于1.0 好 那么此时我们首先做这样的一个关系预算 A是否等于B A确实是等于B的 但是此时我们再看一下身份预算 它将返回false 好,那么从这个实例里面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 E这个身份预算数和双等号 这样的一个关系预算数 还是有区别的 好,那么区别在什么地方 关系预算数 它所比较的是两个变量的值 大家注意 值是否相等 但是我们的E它不是比较值相等 我们的E它比较值相等 我们的E它比较值相等 或者是两个变量身份是否相等 好,那么如何理解身份这个概念呢 我们目前来说的话可以简单一点理解 就是E是比较的两个变量的这样的一个内存地址 是否相等 好,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内存地址 内存地址这个我们之前学生也提到过了 之所以A等于B等于1.0的时候 A以及B是不相等的原因在于 我们可以看一下IDA 看一下A的内存地址 它是这样的一个数就断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IDB 它是这样的一个数 明显的这两个数是不相等的 所以说A以及B它返回的是false 但是我们的这个关系因算幅的等号 它不会考虑你的这样的一个内存地址 它考虑的是你的这两个变量的取值 是否相等 1和1.0在数学概念上来讲的话 它就是同一个值 所以说你用关系因算幅得到的A 是否等于B 答案是肯定的 True 好 所以说我们这里就可以很好的理解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意识 它就是身份运算幅 两个变量 它在取值上相等 并不等同于 它的身份也相等 身份怎么表示 身份其实用内存地址 它是可以表示的 因为内存地址不同 所以说它们的身份不同 我们意思比较的是身份 好 那么身份运算幅除了意识之外 还有一个脑腿运算幅 Ease表示的是一个变量的身份 是否和另外一个变量相同 好 那么NotEase 很容易推测出就是一个变量的身份 是否和另外一个变量不等 好 那么这个身份运算幅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后面的时间又是我们的思考题时间 好 下面我来出题 我现在把一个集合123 复制给这样的一个变量A 好 然后我再把另外一个集合 2 1 3 复制给变量B 好 第一个问题 A和B 做这样的一个关系运算 它得到的结果是多少 好 第二个问题 A和B A和B做这样的一个身份运算 它的结果又是多少 好 然后接着我们再看第二道题 我们现在把一个原主 123 复制给变量C 然后我们再把一个原主 2 1 3 复制给变量D 好 同样的问题 C和D做这样的一个关系运算 它的结果是多少 C免D C和D做这样一个身份运算 它得到的结果又是多少 好 那么结果是多少 执行一下这样一段代码就可以得到结果了 但是问题还是在于 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集课再见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开始 我们首先对上节课最后 我们所留的这样一个思考题 做出一个解答 好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几个关系运算和身份运算的结果 首先 A和B 它们相比较 它的结果是什么 好 我们看一下 2 好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几个代码 为什么A和B做这样的一个相等比较 它的结果是True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上面的123和213 明显它的顺序都不相同 对不对 但是我们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确实True 好 这个是一个疑问 然后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 A和B 它的结果 False 好 那么下面我来解答一下 A和B做这样的一个关系上面相等比较的话 它比较的是取值是否相等 对不对 我们上一个说讲到的 看起来123和213 它们是不相等的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 问题在于我们说了 这个是两个集合对不对 集合是无序的 大家回忆一下 我之前重点强调过了 集合是无序的 所以说既然是无序的 那么这个123还是213还是312 都不会影响到它最终的取值 所以说A和B相比较是相等的 是True 好 然后要解释A is B 它们的结果是False 这个很简单 Ease是比较两个变量的这样的一个内存定义 所以说我们用ID函数来看一下 A的结果是这样一个数字 B的结果 是另外的一个数字 所以说它们两者用Ease相比较的话 得到的结果是False 好 我们接着再来看C和D C和D做关系上面的相等比较的话 它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False 好 然后我们接着再看Ease C is D 同样是False 好 那么下面我们同样来解释一下为什么 C和D 它们是两个圆组对不对 好 圆组里面的顺序一样是不相同 一个是123 一个是213 但是这个时候 它得到的结果就和我们A和B的集合相比较是不一样的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了 圆组是属于序列 它是有序的 所以说这个顺序会影响到它的这样一个取值 所以说C和D 它们做这样一个关系相等比较得到的结果就是False 好 至于C is D 为什么也是False 这个我就不再赘述了 同样是因为它们的内存地址不相同 好 那么这个思考题我们就解答到这里 关于这个思考题我还是希望大家自己要去多去想一想 虽然说这个思考题我们最终都会给出这个答案 所以说我还是建议大家要忍一下 你先不要看下一节课的这个解答的答案 而是先思考一下会对你非常非常有帮助 很多时候我们同学都会发现一个情况 就是你听我讲课非常容易听明白 但是下去了之后 如果说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让你去独立思考的时候 你却摸不清楚这样一个思路 也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这个其实就是还是在于 你思考的时间太少了 顺着别人的思路走 总是很容易的 但是让你自己去开辟一个思路 却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这个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 去培养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思维能力 好 那么关于这个运算符 我们到现在为止 还剩下最后的一种运算符没有讲 但是这个先不着急 我们本节课的最后 我想来给大家扩展和总结一下一些局势 我们之前讲到过了 对于两个变量 A和B来说的话 我们通常来说可以做两种这样的一个判断 一个判断是什么 一个判断就是A是否等于B 好 另外一种判断就是A和B和B 好 这两种区别我们就不再讲了 一个是关系运算符 另外一个是这样的一个身份运算符 好 那么A等于B 它实际上我们说了 是对这样的一个局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好 然后A和B 我们说了 它实际上是对这样的一个ID 也就是身份 再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好 既然这两种判断我们都讲了 然后我们再讲一下第三种判断 第三种判断就是什么呢 类型 Type的判断 类型的判断 好 其实这里我把这个类型的判断放在这里一起讲 其实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值 身份 和类型 这个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对象的三个特征 对象我们目前还没有学习到 但是我们之前在讲岛屿的时候给大家提到过了 Python里面一切都是对象 你看到的这样的一个1 还有这个整形 还有这样一个几个串 对不对 包括你看到的这些圆组字典 一切都是这样一个对象 好 那么三大特征 我们这里讲了这样的一个值的判断 然后又讲了身份的判断 那么我们当然在这里就顺便把这个类型的判断 也给大家一起讲一下 好 那么我们如何来判断你的变量的类型 假如说我这里有一个变量A 我现在要判断变量A 它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整形 这段代码怎么写 用我们已经学到的知识 这个代码就已经可以写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 好 这个代码就是这样的一个类型 然后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运算符 来和这样的一个int做这样的一个比较 好 这个时候我会报错对不对 因为这个A还没有给它复制 好 假如说我们在这里给A随便附一个值 就是hello 好 此时呢 我们再用typeA 判断一下它是否是一个int类型的 不是的 因为A那是字符串 好 这样就返回true了 这样写可不可以呢 用一个type函数再加上一个关系运算符来判断 某一个变量的类型 可以是可以 但是我并不推荐怎么做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推荐判断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pys里面专门有一个函数 用来判断变量的类型 这个函数就是e的instance 这样的一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怎么用呢 这个函数的第一个参数 我们需要指定 你需要判断的这个变量 我们需要判断A 那么就把A填进来 好 第二个就是你要判断的这样的一个变量的类型 比如说它是否是一个str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将告诉我们 A是一个字符串类型 那么我们可以接着再试一下 A是一个整形吗 不是 所以说它返回的是false 好 最后我们再讲一下 这个e的instance 很多有python基础的同学也会用 但是我这里要介绍一个instance的另外的一个用法 这第二个用法就是 第二个参数 它是可以接受一个圆组的 这个圆组里面可以填入多个类型 比如说写入一个int 再加上一个str 直播券 然后还可以加入float等等 你想加多少就加多少 因为它是一个圆组 好 那么这样的一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上面这个断代码的意思是判断A是否是一个整形 那么下面其实就是判断A是不是后面这个圆组里面的三种类型中的任意的一种 如果它满足这三种类型里面的任意一种 它就返回true 否则的话返回false 那么A那是字符串 所以说这里将返回的是true 然后我们可以把字符券给去掉 看一下 好 它将返回false 好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最后我再总结一下 我们后面所讲的这样一个知识并不是在于 教大家这样一个椅子instance的用法 因为椅子instance它就是一个很固定的用法 没有什么太多可讲的 我关键想说的还是对象的三个特征 这个大家是要了解的 ID 然后这样的一个值 我们那个叫做歪扭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这样的一个类型type 那么我们分别对应这三种特征 有三种这样的一个判断方式 分别是关系运算符等于 这个我就不再另外换这样的ID 而已了 第一个应该是身份运算符意识 第二个对应venue指的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运算符 然后第三个我们用这个意思instance 好 那么最后我简单的说一下 为什么我不推荐使用type来做这个类型判断 而推荐使用这个easyinstance来做这个判断 好 大家简单听一下 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学习这个运算对象 所以说大家对这个有些概念还不是太清楚 是这样的 这个type它做类型判断 它是不能判断这个变量的子类是否属于某一种类型的 但是easyinstance确是可以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推荐easyinstance的原因 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集会再见 好各位同学 那么本节课呢 我们来学习最后一类的运算符 为运算符 这个为运算符 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在我们普通的这样的一个逻辑运算编码里面 为运算符用到的是比较少的 但是这个大家还是需要了解一下 那么我们首先看见这样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符号 好我们首先要把它的这样的一个名字给叫出来 好第一个这样的一个英文暗的符号 它呢在我们的运算里面称作暗卫女 看起来名字有些奇怪 这个名字呢你不用管它 等会我们会讲它到底什么意思 好那么第二个呢是暗卫女 好那么这个第三个啊向上的箭头呢 叫做暗卫抑运算符 好然后第四个这个波浪线啊 叫做暗卫取反运算符 好然后呢第五个这样两个向左的箭头呢 叫做左移动运算符 好那么顾名思义啊 上面的两个向右的箭头呢 就叫做什么呢叫做右移动运算符啊 正如我们之前呢去介绍其他的运算符一样啊 还是我所强调的 我们一定要抓住每一个运算符的关键点 好那么这个位运算符啊 它的关键点是什么呢 它的关键点是啊 我们加一个这个 都是对二进制的说 进行运算符 二进制数啊这个我们之前呢有讲到过 好那么这里呢我要说一个误区啊 就是这句话呢意思呢是没错的 但是呢它的表达呢并不是很准确 正确的说法呢应该是啊 把这个数字当做二进制数进行计算啊 这个位运算符啊并不是只能对二进制数进行这样一个运算 它呢同样的可以对其他的进制 比如说十进制啊十六进制进行这样一个运算 只不过呢当你把其他进制的数做位运算的时候呢 其他进制的数呢是会被转化成二进制数进行运算的 好然后呢我们到我们IDLE里面具体的用示例来看一下这样的几个位运算符它们的作用和意义啊 首先呢是我们的这样一个暗位与运算符 暗位与运算符呢是这样一个英文的暗的符号 暗位与运算符的操作数呢有两个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好然后呢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们定义一个变量A它的取值呢是2 然后呢再定义一个变量B它的取值是3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对A和B两个变量做这样的一个暗位与运算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结果2啊 那么这个A乘B或者是A加B呢大家都很熟悉啊 这就是我们数学里面的这样一个四则运算 但是这里的A暗位与B怎么理解 好那么我们说了啊这样的一些未运算呢 都是需要先把这样的一些非二进制数啊 转化成二进制数 然后呢再来计算 好然后A它的二进制数是多少 10 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3它转化成二进制数多少 11 注意啊这里面不是十进制的10啊和11 我前面的这里呢其实呢我是没打这样一个0币摇摇摇的啊 这里呢我们主要是关注的是它的这个数字 好然后我们看一下 好我们的IDLE里面啊不是很方便我来演示这样一个暗位与的规则 所以说呢我在这里来演示 好上面的10呢代表了我们十进制的2 然后上面的11呢代表了我们十进制的3 好那么这个暗位与的运算规则就是 你需要把两个参与计算的数 它们的每一位做一个比较 如果相应的位数上面的这两个数字都为1 那么它将得到一个结果1啊 如果呢不是两个位数都是1 有一个为0或者是两个都为0 它将得到结果0 好然后呢我们先看这样的一个01 他们做这样的一个运算最终得到的结果是多少啊 由于01不是两个都是1 所以说呢这里呢将得到0 好 你把它给加粗一下 好 我们说了啊是每一位都要做这样一个比较 我们比较了第一个01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比较11啊 11由于它两个都是1 所以说呢它将得到结果1 好 那么由此啊我们的两个二进之数 10和11 它们做暗卫与运算最终得到的结果呢是10 好 那么最终得到的结果呢 是一个二进之数的一流 二进之数的一流转换成实现值是多少啊 是2 对不对 好所以说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A 暗卫与B结果是2 好 从刚刚的这样一个运算规则里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正如我所说 并不是说只有二进之的数 才能参与这样一个未运算 10进之的数 一样可以 好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未运算符暗卫 暗卫呢是用这样一个数线来表示 两个变量 这个时候呢我用A 暗卫或B 它将得到结果3 好 然后呢我们还是用我们刚刚的这样的一个 运算规则呢 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暗卫是等于3的 我们刚刚说呢 暗卫与运算呢 是当两个这样的一个二进之数啊 它们相同位数上的这个数字 同时为1的时候 结果才是1 好 那么暗卫的不同就是 只要有一个为1 最终结果呢就将是1 好 所以说01呢 它将得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果1 那么11呢同样 它将得到结果1啊 只要有一个数字为1 结果就是1 好 所以说最终结果呢 是一个二进之数的1 转化成十进之呢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3 好 那么关于这个未运算呢 我们就去暗卫与和暗卫 这两个例子啊 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未运算呢 它们呢只是在运算规则上面呢 有所不同 但是基本的规律 就是我所说的啊 你必须首先呢 把这样的一个数 转化成这样的一个二进之数 然后呢才能开始这样一个未运算 好 正如我之前所说的 像这样一些未运算符啊 它的这样一些规则呢 是挺多的 符号也挺多 大家千万不要去死记预备啊 最好的方法就是 当你用到的时候 再来查阅手册 但是呢 像未运算符的基本的概念呢 这个呢 是大家必须要了解的啊 如果说你连这一个达分类的运算符 它的概念是什么 你都不知道 那么到时候呢 你在编码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呢 你根本就不知道去手册里面查什么啊 你只有知道了这个概念 你才能知道你要去查什么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